在1946年的演化史中,有一种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1.6亿年之久。 在当时,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撼动其霸主地位,这就是恐龙。 但是,即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恐龙帝国,当灾难不期而至,也依旧无法逃脱被毁灭的命运。 而恐龙的最后一日,究竟发生了什么? 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,恐龙灭绝的原因是来自于小行星撞击? 科学家在著名的塔尼斯恐龙遗址中,揭露了6600万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天。 根据挖掘现场,发现了一只恐龙化石,所有的关节都很完整,表面还覆盖着皮肤,且没有任何撕咬的痕迹。 通过CT扫描发现,它在生前是被某种可以瞬间切断身体的巨大力量所撕扯。 而这种力量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大洪水或某种强大的冲击力。 同时,另一个新发现也论证了这个推断。 2019年,科学家在挖掘恐龙化石的过程中,发现了一个几乎完整的白厄纪时期的龟化石。 从化石来看,龟的体内发现了一根木头,从头部直接贯穿到了尾部。 这和之前发现的恐龙如出一辙,也是因受到强大的冲击力撞向树枝而往。 但这两个新发现,还不足以说明恐龙的灭绝与小行星撞击事件以外。 直到发现了一条白厄纪时期的鱼化石,真相才浮出水面。 在鱼的头骨内部发现了很多圆形颗粒。 通过检测后惊讶地发现,这些颗粒所含的元素比例并非属于地球上的物质,它很有可能就是小行星的碎片。 当小行星撞击地球后,喷射的碎片进入了太空,由于奇迹快的速度,有些甚至脱离地球的引力掉落在月球上。 而大部分碎片都被重力拉回地球,有的落在水里,被鱼吸入了塞中,随即死亡。 因此,这些鱼的死亡,以及其他更多的相关线索,推测出,恐龙的灭绝有极大概率是来自于小行星撞击所致。 而这场灾难,有可能是这样开始的。 一颗直径约为10公里的希克苏鲁伯小行星,以高达每小时7万公里的速度向地球飞去,撞击在墨西哥尤卡塔半岛所在的海域。 撞击产生的爆炸威力相当于10亿倍原子弹,剧烈的撞击让方圆1500公里内的所有生命化为灰烬。 超过3万亿吨的碎片喷向太空,冲击波的速度高达一小时数千公里,并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含笑。 此时,距离爆炸点3000公里的塔尼斯还没有意识到末日的来临,这里的恐龙仍是一片祥和。 灾难快速向塔尼斯推进,途径的一切都被瞬间熄灭。 当地震波到达塔尼斯后,剧烈的晃动使河水剧烈的翻涌。 一到十米高的水墙沿着水道逆流而上,使得很多动物全部葬身水底。 虽然大型恐龙能逃过一劫,但灾难也没有结束。 紧接着,爆炸产生的喷射物如雨点般落下,其中的高温颗粒引发了大面积伤,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天空中,所有的恐龙全都无处可逃。 天空弥漫的灰尘遮蔽了阳光,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。 不仅使地球陷入了极寒天气,植物也因为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枯萎。 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恐龙也因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全部死亡,整个生态系统彻底崩塌,地球也因此陷入了沉寂。 至此,在这场惨无人寰的白厄纪大灭绝中,结束了生物史中最具魅力的恐龙时代。